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如何判断你的君子兰用肥的时候是否是用多了还是用少了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君子兰如果用肥用多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君子兰的用途来判断它的这个处理办法 首先如果你的这个君子兰呢用的土就像我这种啊是比较疏松透气这种出颗粒子料来栽种的 那么像这种呢它的这个透气性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的不就办法呢最好就是直接给它大水冲罐 大概呢给它冲两到三天左右 基本上呢就可以将盆土里面的一些多余的肥份呢给它冲洗掉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肥害了 那么如果你用的这个质料是一些细质料 一些细质料相对是比较多的盆土的话呢 它的这个输松透气性不太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最好就是及时更换盆土 然后及时给它清洗 最好就是将一些烂根这些根系呢给它进行修剪掉盆土的话呢最好就是更换一些新的质料来摘种 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解救这个肥害的君子兰了 所以养君子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君子兰虽然洗肥但是用肥一定不能够过浓也不能够过量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建议大家用这种君子兰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这种有机营养液的话呢它是一种有机肥那么用肥的话呢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呢我们只要按照它的说明来使用的话基本上都不会产生肥害 那如果是用磷双清甲阶内的吹花肥的话建议大家至少有些是1000倍以上才能够使用 这样你的君子兰呢不仅不容易产生肥害而且还能够越养越旺越容易开花 那么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君子兰呢用肥用多了我们的一个解决办法 好了我们下期见